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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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行政效率明显提高 也正是因为依靠三省六部制 唐太宗的政令才可以畅通 在地方上唐实行周元制 唐太宗十分注重地方官吏的选拔 整天将刺史的名字写在寻宫的屏封上 并且在每个人的名字下记录他的政绩以决定奖程 唐太宗盛 唐太宗规定 怨令需有五品以上的中央官员保举 各州次使必须由皇帝选拔任命 为了选拔人才 他还确立了完整的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 参与政治提供了机会 唐代科举制已实行分科 其中以进士科最重要 有一次唐太宗在金殿端门 虎视新科进士如冠移入的盛方 高兴地说 天下英雄入不够中意 在文化教育上 唐太宗尊愚学 从正观二年开始以孔子为先圣 在国学中设置苗堂 以备字典 而且下令各州院到置孔子苗 为培育更多通晓愚学的人士 唐太宗大力兴办学校 在朝廷设国子监 宏文馆 崇文馆 在地方设京都学及府 州院学 国子监规模很大 曾经有八千多名学生 唐太宗还十分重视历史的借监作用 他曾经说 以古为镜 可以知兴提 所以在正观年间 史书编转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编了进 良 陈 北齐 北周 徐等朝的史书 除此之外 还开始编修国史听 在个人方面 唐太宗提倡之劫 而且以身作质 唐太宗职位之后 没有大兴土木建造新的宫殿 而是住在随朝时建造的破旧的宫殿里面 公元628年秋天 大臣们想为唐太宗建造一座楼角 但是当年发生了天灾 于是唐太宗就将这件事阻止了 在建造自己的灵寝的时候 唐太宗亲自制定规格 以山为零 能够放下棺材就可以了 经过唐太宗的励征图治 唐朝出现了政治清明 社会安定 经济发展 文化繁荣的局面 犯罪的人也都大大减少了 有一年 全国只下有29人被判死刑 天下百姓路不拾围 夜不闭户 民风纯朴 呈现出太平盛世的景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